国家银行9月份房屋价格综合指数上升1.1% 是指数设立22年以来9月份第二高升幅 如果把季节调整计算在内 升幅为1.2% 反映楼市上调的趋势将持续 全国31个纳入房屋价格综合指数的房地产市场 在9月份全部上升 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单月全国各地指数上升情况 沃泰华加地诺地区在9月以2.28%的升幅领先全国 魁北克城以2.24%紧随气候 满蒂克也升1.87% 咸美顿 爱明顿 多伦多 哈利法克斯 分别有1.9%至1%的增长 温哥华 温尼泊和维多利亚也各有0.6%至0.3%增长 卡尔加里微升0.1% 房地产市场有支撑的另外一个现象 是上月自从5月以来 全国11个主要地产市场的销售量均超过去年同期29%以上 9月份的房屋价格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.7% 升幅超过8月份 沃泰华在过去一年来以14.28%的升幅领居全国榜首 哈利法克斯升12.18% 满蒂克升11.10% 咸美顿升10.40% 多伦多升8.27% 魁北克城 温哥华 维多利亚和温尼泊的升幅低于全国平均的5.38%至3.11% 亚省的卡尔加里和爱明顿仍然呈负增长 分别下跌2.57%和0.81% 安省金马提地区以外的伦敦 金士顿 贝尔维尔 温莎 雷湾和施比利等6个市镇 9月份的指数走势也跟大势有单月增长 也比去年同期上升 以金士顿升10.7%最高 最低的雷湾也升5.5% 贵湖市与6个月前比较跌0.4% 激情拿跌0.5% 彼得堡跌0.8% 奥沙华跌0.9% 盛加佛联跌2.3% 宾福特跌2.4% 巴黎市卫生0.1% 此外 温莎市和伦敦市也分别有1.8%和1.9%的升幅 国家银行房屋价格综合指数 是以2005年6月的房屋作为基准100 多伦多今年9月的指数为276.11% 反映出楼价比当年上升了176.11% 反映出楼价格综合指数